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霸气拒绝几十万碳电费 泼天富贵非钱买来 肖战专注拍戏 近日 网上有一位知情人发文曝光了这样一件事情 自己有朋友也想感受一下 肖战霸天的富贵 就托人找到肖战的熟人 愿意拿出几十万来邀请肖战去自家店里吃饭 美名其约就是探电费 自然被肖战霸气拒绝 一点不犹豫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是拥有霸天的富贵 但是要明白一点 这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可不是花钱买来的 肖战是演员 是专注于拍戏的全能型艺人 据知情人爆料 肖战霸气拒绝了自己朋友提供的几十万碳电费 其实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也只是让肖战去自家店里吃顿饭 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即便如此还是被肖战拒绝了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肖战破天的富贵带火了太多的店铺和商家 看一看之前肖战去过的咖啡店 重庆面馆等 甚至肖战打卡的的商业街也都赚得很满钵满 这些都不是别人用钱买来的 而是肖战随心所欲的结果 是一种随心的状态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被拒绝不足为奇 所以肖战从来都不是探店博主 而是专注于拍戏的演员 性质根本不一样 对于肖战来说 这段时间肖战新剧顺利杀青了 肖战也回到了家乡重庆开启暴走模式 可以预料到短暂休息过后 肖战新的工作就要拉开序幕 总之祝福肖战 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未来的路很顺畅 也一定可以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希望肖战坚定脚步 继续努力 不忘初心 越来越好 肖战很棒 越来越好 太猖狂了 肖战回重庆吃面 惨遭店家调监控曝光隐私 店名被扒出 随着藏海传的杀青 肖战如是重负地返回重庆探望亲友 短暂的两天休憩后 他又迅速回归北京 在山城重庆 肖战足迹遍布 6月6日 他在微博上分享了一张充满活力的照片 配文抱走快乐老家 仿佛大学学子归乡的自由自在 他的重庆行引发了热烈讨论 众多粉丝在街头偶遇肖战 他与一群老友相聚在一家熟悉的重庆小面馆 这是他们曾共同度过的时光之的 即使在深夜的宵夜时光 肖战依旧保持着一贯的帅气风采 短裤配长袖T恤 戴上毛线帽和眼镜 这魅力十足的形象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照片中 尽管是朴素的小店 只有一张门外长凳充当餐桌 但肖战的满足笑容溢于眼表 流露出他私下里真实而亲民的一面 然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肖战的一次寻常小面之旅 竟引来一场隐私风波 店家未经许可公开监控画面并泄露店名 令虾米粉丝群情激愤 认为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个人隐私 甚至担忧可能触及到媒体和营销账号的窥探 当然 也有幽默的网友 像我一样好奇 对肖战钟爱的小面店铺充满期待 他们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美味 能让肖战年年回于必打卡 这无疑揭示了那家店独特的味道魅力 由于老板公开播放并扩散了监控视频 引发了肖战粉丝的强烈不满 他们认为这种行为不宜 只是建议大家不必特意光顾那家店 毕竟重庆不乏类似的板凳面店铺 老板若窒息此举的后果 可能会深感懊悔 原本可能成为热门打卡的的店铺 如今恐怕面临被舆论淹没的危机 流量之大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 对于那些对原店失望的人 肖战的其他热门打卡的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得不提 肖战在拍照上颇有创意 即使面对一个大气球配戏装的寻常场景 他也能巧妙地捕捉五官 而这些五官的独特之处竟让人联想到王一博 真是令人玩味 再者 肖战甚至将某个地点PS呈紫色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照片揭示出原貌后 人们发现那里原本写着下号里 这是否出于他的刻意未知呢 他似乎对紫色情有独钟 至于肖战的自拍照 无论何时何地 镜片中总能看到他标志性的紫色元素 他的着装风格无疑再次展现了非凡的魅力 让人惊叹 尤其是当他深情地抱着猫咪坚果 尽管猫毛满身 他似乎毫不在意 这种对坚果的思念之情易于言表 猫咪被他的热情所震慑 表情从高冷变得僵硬 几乎无法动弹 看来坚果已经快要认不出他的主人了 肖战童年照被报 他就常这样 近日 备受瞩目的电视剧《藏海传》全阵容官宣 肖战作为领衔主演再次成为焦点 随着剧照的曝光 肖战的颜值和演技再次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然而当我们回溯到肖战的童年时期 那些显为人知的照片却为我们揭示了这位顶流明星背后的另一面 在娱乐圈的繁华与喧嚣中 肖战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但你知道吗 小时候的肖战就已经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明星气质 从曝光的童年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肖战那肉多多的小脸 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还露出了两颗可爱的兔子牙 他的小手艺插腰 俨然一副小模特的驾驶 那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和淡定 仿佛预示着他未来的不凡 随着时间的推移 肖战逐渐长大 但那份可爱和沉着冷静的性格特质却未曾改变 虽然小时候的他还有一点微胖 但那种等比例放大的感觉却让人忍俊不禁 然而 当他减肥成功后 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官变得更加立体分明 下河线明显 整个人都轻瘦了不少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外貌上 更体现在他的气质和演技上 在《陈情令》中 肖战饰演的魏无限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凭借着自己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精湛的演技 将魏无限的可爱、撒娇、冷漠、严肃和腹黑等多种性格特质 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正是因为这个角色 让不少导演看到了肖战的可塑性 也为他之后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 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陈情令》之前 肖战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他参加综艺节目录制时 也只是别人的陪衬 几乎无人在意 但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他投简历 面试导演 钻研角色 磨练演技 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如今 肖战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的顶流明星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备受期待 从徐克导演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到郑小龙导演的《藏海传》 肖战都在用自己的实力和才华证明着自己的价值 而这一切的成功 都离不开他小时候那份与生俱来的自信和淡定 以及他后天的不懈努力和坚持 当我们再次回顾肖战的童年照片时 不禁会感叹 原来他就常这样啊 那张肉嘟嘟的小脸 那双弯弯的眼睛 那两颗可爱的兔子牙 这些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永恒的回忆 而肖战也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将这份回忆延续到了今天 成为了我们心中的偶像和榜样 肖战的故事告诉我们 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他需要我们有梦想 有才华 有努力和坚持 只有不断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而肖战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梦想和才华的人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才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充满希望和勇气的榜样 让我们一起期待肖战未来的表现吧 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